这一次南京、扬州、郑州等地发生的疫情 全是德尔塔株感染 那么前两天的话 钟南山院士他们这个团队 针对广东的疫情也做了研究 并且发表了相应的文章 那么广东的感染毒株也主要是德尔塔株 那么通过钟院士他们的研究表明 两剂疫苗接种后 它的对中症的保护效果达到70% 那么对重症的保护效果达到100% 那么广东省疾控中心还有一项研究 我在这里我也可以和大家分享 就他们研究发现 没有接种疫苗的 或者是只接种了一剂疫苗的人 那么它的病毒载量 是接种完了疫苗的人的三倍 也就是说接种了疫苗的人群 再传染给其他人群的风险 也是下降的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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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